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就忘了說 輻射其實對人是有些 要關心的地方 先很快把這歷史講 1895年的時候 德國人倫勤先生 在德國一個小地方 烏斯伯爾的地方 忽然間發現一種物理的現象 沒辦法解釋 所以他就叫他X光 經過幾年他的研究啟花了更多的研究 包括Paul的這個 Gilie Mary這個小姐 然後到華國嫁了一個 Gilie先生 然後他們兩個共同 發現自然界 也有這種物理的能力 所以就是雷元素 那麼那個時候 就慢慢對這個放射線的 我們知道放射線大概基本上 有幾個元件 不是只有一種 那就像這個 栗子 Beta 栗子 Gamma 射線 中子 還有子子等等 那麼他們在進入物質 物理的現象 他們有不同的穿透能力 基本上它是一種 帶著比較異常 很高能量的這種物理現象 能量很高的時候 碰到物質的時候就會產生能量的轉換 其中一個能量轉換很大就是 產生受到接受這個能量的產生自由基 自由基很不穩定 所以它就必須再找別的東西 能量高的物質會影響到能量低 不管是射線等等 那後來就研究說 那這些高能量的物理粒子或是波呢 這個能量 進到我們生物細胞的時候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DNA 它會產生有力化 這紅色點的有力化 通過DNA之後很多有力化 所以它就把能量轉換給DNA 就產生自由基 自由基圍繞的DNA DNA就會產生斷裂 這個後來很快生物學家就知道 產生這個情形 那麼如果進到一個細胞裡面 不管是菌類或是人的細胞 它就會產生DNA的斷裂 斷裂在修補的時候 如果修補不好 就會產生基因的突變 基因突變經過一段細胞的再分裂等等 就會產生癌症細胞 所以差不多在1920年代的時候 就有生物學家就知道 這種新的非常高的能量 會造成細胞的傷害 那經過伊士大戰之後 後來希特勒就開始要有其他的野心 所以他也應用 你看德國 他當然想要去發展岩石彈 那麼說阿因斯坦還有很多海參寶人 就逃到美國 就跟美國總統講說 哇那德國已經在做岩石彈了 那美國不能夠放在那邊涼涼了 所以美國就發展了一個曼哈坦計畫 就在內華達州大量做核子武器的研畫 所以變成在競爭 所以日本、德國跟美國、英國幾個大國 同時在競爭 這種科技能不能用在武器上面 8月6號在廣島 那麼過幾天就8月9號呢 三天之後到長期去丟 那這兩個城市呢 在丟的一個禮拜內 大概死10萬到16萬 所以荒色線可以大量的讓人家死掉 所以很快大家知道說 哇這個真的是太威力無窮 威力無窮 那總共30萬個人活過來沒死掉 當然陸陸續續死掉 到現在還有差不多十一、二萬人 到現在還沒死 都是七、八十歲的人 那這30萬人的健康的經驗 就是變成我們今天醫學上的一個 有點像聖經 我只可以 這個 因為常常去日本的時候 就在乎十幾年前他們就成立這樣的 所以有很多醫療上 對荒色線對人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 從日本人的身上是比較清楚的 那好 美國既然這麼厲害 發展出這麼好的這個玩具 那德國、日本 日本據說呢 再兩個禮拜他們也有炎子彈 所以美國情報都知道 所以要先下手為強 那麼日本就沒有辦法 德國也是相當接近 那英國、華國當然相對戰勝國 也有這樣的能力 那包括俄羅斯 撿到了便宜 所以呢 就進入這個冷戰兩邊在競爭 那競爭的時下 大家拼命試驗各種的新的產品 所以呢 從1945年7月的第一次施暴到1998年 總共世界上到處去施暴 有在地底下施暴 有在空中施暴 有送到外太空施暴 有在海底下施暴 各種方式去施暴 所以造成一、二十年來 我們增加了很多地球上的放射層 那後來當然國際上法規 一、二十年來 誰能做呢 只有五大強國可以做 那麼二十年來 總共兩千多次的施暴 那麼第一名當然是美國 做了一半一千多個 俄羅斯七百一十五 華國兩百一十 那英國跟中國呢 互相說你幾個我就幾個 所以各四十五個 那印度六個巴西山也是一樣啊 印度一個我巴西山就要一個 所以就六個 但是這兩個理論上是不準的 這兩個是違法的 那北韓當然是違法 那麼這個是 大家可以看年代1945開始 那麼到了1990就減到幾乎是沒有 而且違法的亂搞的話當然也少 像伊朗啊或是等等 還有沒有什麼野心 我想在國際上已經不允許 然後聯合國去制裁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都是軍事的人 沒有商業的行為 可是慢慢的不做這些事情之後呢 這些人失業了 對不對 退休之後沒有地方轉業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就開始說 那我們來做合品用主來花店好了